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來收看我的視頻 這個視頻就會和大家分享 莫名當地普通人家的婚禮 這個婚禮入圍桌標準是3000元 在鄉下結婚 一般都是喜歡在自己家裡擺酒 一起來看看3000元的餵餐有什麼好東西吃 現在我拿起的就是特大條的海參 無雞不成宴,當然少不了靚雞 鄉下的雞絕對是靚雞 這個視頻我就是拍攝於2022年的11月9日 11月9日那天有很多人結婚 但11月9日又是廣東省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在結婚的當日 所有人都很有默契,沒有發任何朋友圈 因為政府不讓大擺 原來女方這邊是要擺50位的 但全部取消了,只擺了8位 南方也從50位減到8位 也就是說原來100位的遺七 因為疫情的關係只擺了16位 剛才看到的就是芋頭扣肉 這些就是炸好的魚肚 我想這個疫情下的婚禮 真的可以成為這對新人難忘的一個婚禮 整個過程要低調,不可以張揚 不可以讓任何人知道 雖然遲了那麼久,但再編輯好這個視頻 是真真正正難忘的疫情下的婚禮 我們鄉下的酒席 食材真的一點都不差 這些就是新鮮的鮑魚 新鮮湯好的石斑魚 通常在鄉下擺這種遺餐 主廚就是一位 幫忙十幾個 食材的臭臂一早就開始了 這個婚禮在舉行的時候 大家還在提心吊膽 怕隨時有人來不讓舉行 現在大廚在做海參 用高湯來揉海參 現在在做的就是生炒糯米飯 在香下擺酒 糯米飯一般有兩種 一種是甜的,一種是鹹的 現在師傅在炒的就是鹹的糯米飯 這是什麼?薑、蔥? 蔥油 蔥蓉 要用蔥蓉 蔥蓉 一隻都隔了屁股的大閘蟹 有朋友是做水產生意的 這次的所有海鮮食材 朋友全部全權負責 親自把關選貨 超級大隻的九截蝦 一隻都長過我的手掌 這樣就行了嗎? 可以了嗎? 可以了 上炒糯米飯 真的上炒 糯米飯有鹹 這邊就是甜 海參揮好了 等一下還要再炒 這個不手工筒 裡面燉的就是人心鮮雞湯 這個湯燉足兩三小時 正宗水冬芥菜 好像玻璃一樣脆 現在做的是白爪九折蝦 無雞不成宴 今天的雞是雙拼 每張桌子拼半隻炸雞 半隻白切雞 今天的一對新人 新龍哥帶著他的兄弟過來 穿紅色衣服的這位老人家 就是我們條村最出名的媚婆 經他介紹成功的新人 簡直是多不勝嫂 包括今天結婚的這對新人 新龍哥的兄弟 見人就派紅包 見者有份 不斷向門內塞紅包 因為11月份的疫情關係 整個認親的過程都重減 減少了很多很多的環節 好的 謝謝 這裡 謝謝 給我嗎 她知道吧 她知道啊 你 太離譜了 這個 叫女兒一定 她一定 笑出來 我不能笑她 我不會回來了 來吧 再拍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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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文家 這是什麼 結婚的當日 主人家從頭到尾都在提心吊膽 經常都怕被人收檔 以至於擔心幾天都睡不著覺 這就是擺好盤的雙拼雞 揮好的海參加紅椒一起炒 今天的海參又大條又厚肉 現在裝盤的是鹹甜糯米飯 先人心燉雞出爐 這就是炒雜 裡面有豬肚、魚丸、章魚等等 這位師傅就是這次遺餐的主廚 莫名地區的遺餐 當然少不了的就是炸麥魚餅 這裏是魚丸 這是魚丸 魚丸 是魚丸 疫情下的遺餐準備開餐 從原本的50圍降到現在的8圍 今天連炮醬都沒點 因為在疫情緊張的時候 不想太過於張揚 11月9日 鄉下的所有食肆都停止了營業 當時的疫情管控是非常緊張的 所有的菜品都已經準備就緒了 可以上菜了 水果是西瓜拼提子 人參雞湯 每一盅湯都事先用塑料桌裝好 方便提取 很漂亮 裡面還有一層 人參雞湯 很香 很香 很香的人參味 這隻狗子蝦大到 我們鄉下的食法是喜歡點蒜蓉辣椒醬 海參炒得很好吃 三千元一圍的食材標準 全部真材實料 新鮮之極 芋頭扣肉 我們鄉下除了海鮮好吃 豬肉一樣都是這麼好吃 紅腰島扣鮮鮑魚 青椒魚 清蒸食斑魚 這碟就是魚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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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郎過來敬酒 很香 好 鳳梅 鮑魚ば、鮑魚肚 大閘蟹每隻都這麼肥美 最後還有水果和蓮子雪耳糖水 這頓吃得真是夠滿足 在女方的家吃完飯後 接著就要在吉時摺身兩個男方的家 男方的家就會在晚黑再擺白位 可能因為疫情 雙方擺酒反而節省不少費用 這頓吃 1、2、3、2、3、OK 希望這對新人可以白頭到老 幸福到永遠 今天的視頻 茂名電白普通人家疫情下的婚禮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裏了 我喜歡分享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記得關注我 多謝你們的支持